谢谢主席 有请行政院苏院长 请苏院长 院长早 委员你好 院长首先请问你 什么叫人潮拥挤的场所 我们一般都非常清楚 像这一次我们看到 清明年假墾丁大街上 就是人潮汹涌 好谢谢 那我们陈时中部长呢 他提到人潮拥挤的场所 并不限于国家警报的11个顶点 只要跟不特定的人群 不特定的接触 就算是人潮拥挤的场所 这样的定义 其实很广泛 跟空泛的 比如说夜市 百货公司 还有一般商圈 服务区 算不算人潮拥挤的场所呢 如果民众有到那些地方 要不要从宽认定 自己就可以自主健康管理14天呢 院长 任何防疫措施与手段都是天一法而动全身的 你此间其实是环环相扣的 我想请问院长 医疗机构工作的同事 如果自主健康管理 还能不能去院所上班 会这样问 是因为在4月3号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感染管制措施指引 他说其实没有明确规范这个问题 4月3号的规定 但是在指挥中心更早之前 3月23日公布的 具感染风险民众追踪管理机构中 却又记载着 自主健康管理的医疗院所工作人员 请误 站误到医疗院所上班 请问院长 究竟自主健康管理中的 医疗院所工作的同仁 还可不可以去医疗院所上班 请卫福部来说明一下 各位说明 如果在整个风险上面 确实如果是医疗人员 会被列入所谓自主健康管理 在整个的防疫上面 是有考量说 他会不会有带有可能确诊的风险 而影响到院内感染感控的问题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建议说 医疗院所还是要考量 他是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必须要在能不能回去工作上面 要做一个考量 谢谢次长 我知道指挥中心呢 站在防疫的高度 避免有感染风险的人 在院所内接触病患 是正确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院长 面对疫情严重 现在呢 医疗院所的人力都在吃紧 如果我们扩大自主健康管理 以致他们不能到院所上班 在防疫上 请问院长 有没有什么在人力上具体的配套措施呢 我们这一次对于防疫应该有的作为 各种规范指引 都是以疫情中心 我们专家会议 足以评断 然后足以来提出要求 所以我这个都尊重 我刚刚说的是人力 因为呢 他们如果自主管理14天 其实医院的人力 防疫的人力是非常吃紧的 我刚刚是问这个问题 当然接着下来我要问 不仅是这个问题 在医院工作的人员 他如果自主管理 他还关心到 他的休假与给薪的问题呀 您知道吗 在特别条例第三条当中呢 只有接受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集中隔离跟集中检疫者 才有防疫隔离价 还有防疫的补偿 还有呢 我们看 医疗机构感染管制的Q&A 第27条就针对了主管机关就说 立场只有针对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者才有防疫的隔离价 自主健康管理者 只能申请普通的伤病价 试驾或特别的休假 或者调整工作的时间 两者之间其实天壤地别的 所以请教院长 院所的自主工作同仁呢 他若自主管理期间 还能不能领到薪水 院所需不需要给薪 还有请问院长 在行政机关 您的态度跟答案是什么呢 那请委屋部说明 跟委员说明 有关人力调度的部分 其实不管哪一家医疗院所 如果人力吃紧 指挥中心 我会适度的去给他 做调整协助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是适度 有没有更好的措施 我们不会让所有的医疗 任何地区的民众 没有得到好的医疗照顾 我们一定会在事先给他做任何 可能的协助 包括人力的补充 接着自主管理的薪水呢 是怎样 我刚问 各位委员说明 我们昨天在讨论 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者 在14天的假期 有补助的部分 但是其中有个条款 如果有零有薪资 这个除外 那我相信所有的医院呢 大部分都是所谓正常给薪 那另外第二点 我们针对所有医疗院所的损失 在不管是所有健保的总额 或者是其他的纾困里面 都有去考量 而且加注一个 绝对要把这个拿到的一些款项 要公平合理的分配给 真正从事医疗业务的工作人员 好 这样子说 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了 好 因为还有其他的项目 我继续追问下去 我想请问这个院长 你还记不记得 在3月31号的时候 我在经济总质询的时候 就提到 纾困预算规模的不足 而且呢 为院长做了一些表格的比较 各国的纾困预算的规模 还有各国人口呢 每位民众呢 可以分配到的纾困预算 行政院呢 很感谢行政院在质询后的 第二天4月2号就回应了 我们的质学 提出了第二阶段的纾困预算 增加了1500亿 也现在 也就是说现在的 total预算是2100亿 那我们来看 在第二期预算里面呢 这个 这个我们 这个卫福部呢 有195亿 我现在这边要跟院长 做一个请议 今天呢 我要为医疗界呢 做请命 市长也在 请院长不要 让医疗界只做功德 医疗界也要生存下去 医师人员和医疗机构 他站在防疫的第一线 全心全力的努力付出的同时 面对疫情 医疗机构 需要抵抗病毒的直接威胁之外 其实呢 也面临了营运的存亡之秋 我知道你第二期预算里面 1500亿里面 我们的卫福部拿了195亿的 补助纾困 占了整个的15% 但是呢 这个第一期呢 170亿左右 加起来大概165亿算 这样算来 我们先从第一期来看 第一期呢 170亿的这个边列经验来讲呢 它是46亿用作隔离补偿 17亿用在检验于补助地方 28亿用在物贞之用 物质征用 然后1亿在疫苗研发 那也就是说 第一期的预算之中 卫福部剩余的经费 全数就算作为 医疗机构人员的 奖励补助 津贴和纾困振兴 最多也只有77亿 也就是占着第一期的 这个预算里面的45个percent 我们再来看第二期195亿里面 195亿呢 其中40亿是用在弱势的今天 剩下155亿 我知道 行政院的简报我也看了 事实上 还有相当的比例要用在 居家检疫与隔离补偿 尤其到3月31号为止 院长一定知道 我们居家隔离的人数 已经累计到6887人 然后居家检疫9万7千多人 总共加起来10万4702人 可见随着疫情战线的延长 补偿费用势必会更多更多增加 还有要增加物质的征用费用等等 这些费用的成长都可能会压缩到 医事人员的奖励 还有医疗机构的纾困 所以我要请教院长 在预算规模扩大 目前达到2100亿的预算中 你用于医疗机构 与医事人员的奖励 补助津贴和纾困 你振兴 他的预算数会达到多少呢 院长请教你 365亿 这里面还包括我们 医护人员的防疫津贴 都有在里面 365亿还有检疫的补助啊 我刚说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的补助 那第一期就占了28亿 所以呢 他还有一些物资等等 所以第一期呢 第一期只有77亿用在 医疗机构跟医事人员的补助 77亿占着45% 如果第二期195亿扣掉50亿在弱势的话 只剩下155亿 155亿如果再乘以0.45的话 也不过是60几亿 60几亿加70几亿只有100多亿耶 这个委员是这样 这一次的疫情 幸好医护人员在第一线 真的令国人感动感谢 我们非常肯定 相关应给予的资源 津贴等等 绝对不会少 总算预算在匡列的时候 有所不足 或者规划不周 一定会加码 会做到 这一些预算也在贵院 希望能够早日通过后 我们也会大力的来支持 我希望院长 原类的还有不足 还有预备的相关 一定会来让医护人员 防疫人员 不能让他只有辛苦 不支持他 谢谢 医疗机构不同于 制造业 服务业 交通业 这些产业 在防疫的战线上 医疗机构我想次长 他是医师 医疗机构与医事人员 需要直接面对病毒的 这种冲击 感染 还有一间挑起 防疫 治疗 照顾 病患的 重大责任 正因为这些努力 辛苦 与付出 牺牲 在预算上 我们给予奖励了 院长说奖励了 补助 还有津贴 借此的鼓励 激励 医疗机构 与医事人员 在防疫上的努力 但是不是有了 这些鼓励 激励等等 就可以协助 医疗机构 度过疫情的难宽 医疗机构的 纾困与振兴 依然有他们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 为什么 因为纾困与振兴 是使他们再站起来 所以院长 你知道吗 其他的行业里面 譬如说航空业 旅游业 还有饭店业 他们在疫情过后 你们都有振兴的这些各种的作用 所以很多人可能 这个旅游业都在 已经在准备 疫情过后 他们业绩 可以double成长 所以可以补足他在防疫期间的 那种的补足 他们的这个损失 可是医疗院 没有这种红利 院长 你知道吗 医疗界没有像他们 这样子之后的红利 所以 好 我知道 这个我们的医疗机构的纾困 卫福部 次长在这边 我想你们总是用 刚刚讲的总额保障来淌赛 那我认为这是有它的极限 因为呢 我知道 目前健保局呢 是以占付款的方式 预先比照去年 同等金额的占付给医院 但是你知道吗 现在好多的诊所 它的营业额 已经50%下 很多地区医院 你认为要将来 实施转诊制度的社区医院 一些偏乡小医院 它已经30% 50%的门准往下降 而且有些关门了 所以呢 如果按照去年同期的给付的做法呢 也就说 这个如果今年像我们业务 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 门准下降 它今年结算金额 小于占付款的方式 有时候今年的营业额 小于去年的这个方式 请问院长 到时候 你是用贪扣的方式 分期贪款 还是这个怎么几期贪款 有没有其他条件的限制呢 今年的营业 少于去年的话 这个怎么还 我们对于防疫人员 因为这次疫情的这个付出 我们都真的 如刚才我所说 不但非常肯定 而且非常敬佩 很感谢 那相关应该给的津贴 都有规定 不但这样 而且这些津贴 还特别免除所得税 另外 相关医疗院所 如果因疫情受冲击 应该给予的补助 应该给予的相关的做法 也都有准备 在这一次 这个疫情冲击 应该给予的 我们也有 院长 相关规定 是不是我讲 时间快到了 我觉得医疗界都一共 与你们与我们 全国人民共体时间 我们有吗 政府有跟我们共体时间吗 再说了 如果呢 赚付款 如果我们低于去年的 我们要怎么还 刚刚你是没回答我 所以呢 最后 我要再问院长 我们有没有考虑到 像经济部纾困措施一样 提供一次性的 营业资金的补贴呢 我想 这一次 国人对 防疫人员的付出 都是肯定 绝对不会说 有亏待 或者默示 所以我请院长呢 重视医检药户党 医事人员在 防疫上的努力 同时要关注 经营困难的 诊所药局 医疗机构 实质的疏困 好 谢谢 接着请陈娇华委员咨询 巡打时间为15分钟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